或我這樣的一個 因為職業的特性上而在場的一個記錄者 我覺得其實我們的聲音是很難被外頭聽到的 那也是因為台北國際攝影節的緣故 那我們後來將這些展劍拿回台南之後 其實就在思考要怎麼樣讓它有一些延續的價值 那原本一開始呢 就是我們那個 當大家一開始都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的時候 有想過是不是要把它貼在那個 11號外面的外牆上面 那如果大家了解這邊的環境的話呢 就會知道這邊有一個鄰居 就是他立刻就出來說 這是公共空間喔 你們如果要使用這個空間的話 這不是你們的空間喔什麼的 然後就有一些警示的意味這樣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因為這樣退縮 而是因為那些照片其實相指數都很貴 那你放在戶外空間大概 下一場雨大概就沒了 所以我們後續就想到就是說 因為房子還在 房子的大半還在 那雖然說它有了一些空間上的破損 那我們原本的設想可能就不會覺得說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很傳統的攝影站 因此我們就想說那就不妨就去運用這個空間 讓這些照片能夠跟這個空間 產生某一些關聯或者說化學反應吧 那所以說 我就要用這個空間給點 老師幫 我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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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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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这个讲座本身跟这个展览一样艰困 总之呢我们后来马上就开始去思考说要怎么样让这个照片跟空间产生一个对应关系 在场的人有看过展览了吗 是否都有看过 一半 因为基本上呢我们其实这个空间的部署上是有用过一些心思的 就是如果你们从一楼进去啊就是其实我们在部展的时候就是前面这边是电是还没有恢复的那我们主要展见所所沉列的空间全部都是没有电的地方那一楼大家会看到就是说就是我想比较特殊的一个一个单元应该算是千瑞的那一组关于裂痕的那个照片 就是那一组照片比较直接的是在谈就是作品本身跟那个空间墙壁的壁面上的裂痕之间那种对应关系 那对大家就大概像那个iPad上面那个对那基本上你们会看到那个已经被被搞得十分混乱的那种就是日常生活的那种场所 然后以及就是如果你走到最里面那个房间的话那房间里面放的照片都是跟就是过往的党差有关系的内容 那一部分的一个心思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混乱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它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如果你沿着那个楼梯就是往二楼走啊 我记得二楼往二楼的那个部分就是墙面上会有一些伤痕 那些伤痕呢是在10月16号吧 十六号那一天就是铁道局的人呢 呃他们就办了一个铁柵栏来 然后把他焊接在就是一楼往二楼的空间 他的目的就是不要让村乡以及他的声援者们 就是在进到这空间的就是上层这样 那就是那里有两张大照片 一张照片呢就是当时的应该算是段长吧 就是你们如果在 喂喂喂喂喂喂喂有吗 喂 呃OK 总之呢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铁道局的主管 那那个主管呢他就是那一天就是在部署铁道局的工人就是跟学生發生冲突的一个 一個主事者 那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部分的空間 其實一部分也是讓大家知道 就是這些 壁面上的傷痕是怎麼來的 以及就是如果你們會看到 就是那個牆壁 牆壁上還會有很多的 生願者的照片這樣 那越往二樓三樓走 其實 二樓其實在一個半菜的空間裡頭 有很多的 關於施工過程的畫面 就是 一方面也是說 等於是讓那個空間的 特性能夠跟 圖片的內容有一個呼應 我真的覺得我們應該用投影 這真的太小了 對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當初在布局照片的時候其實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要把最重要的照片 放在 觀者最難到的地方 也就是最高的樓層 所以你們會看到就是說 四樓的照片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有一些是 村鄉跟關祝祖在一起的合照 或者 是 村鄉的媽媽 在 橋下慶生的畫面 那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 也許比較抽象一點的 比較關於 正在發生的破千的當事人們 他們所 期盼的 也許是一個完整的家 或者說 一個抵抗的意志 之類的 這我們把它放在了 就特別難到的地方 也跟大家說聲抱歉了 看展其實會有些辛苦 那我覺得回過頭來 談就是南鐵的影像 就是 我其實 第一次採訪跟 反南鐵路東野運動 有關的行動呢 大概是在2013年的時候 就是7年前 就是 好像是 現在是2021 7年多前 反正就是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是蠻感慨的 就是 我後來沒有想要會 就是因為採訪的關係 也短暫在這個房子裡面 就是大概住過幾天這樣子 然後 到後來還被誤以為是 就是 村鄉的兒子 就是 還有另外那位也是 那個穿黃色衣服的那位 就是 他是另一個兒子 對那 我自己一直 喔對 還有這個是女兒 就是在戴毛帽的 這位是女兒 我就可以呼應剛剛 崇利剛剛講的一個 關於 攝影者 跟被設者之間的關係呢 就是 就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 即時影像的生產者 你所有的 圖像的內容 其實都高度跟你所 做 紀錄的當事人的 生命經驗 或者說 他們所 遭遇到的一些 苦難有關 那這些東西其實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我 一直在思考說 我要怎麼樣把 影像 就是 有效的回饋到議題上 那 其實我覺得 今天這場展覽的 真正的主體 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這個家 其實是這個房子本身 其實是這個建物本身 它 因為 這個 工程 也許 甚至是經歷了一些 不合理的過程之後 它所產生的 傷痕 就這些照片 其實 我覺得 比較不是說 我一直不大願意去講 作品這兩個字 因為 說真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 影像在這個空間裡頭 我覺得它的 我覺得它的主體性 其實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它更像是一種 引言 或者說 它更像是一種 提醒 或者是 序言 當你進到一個空間裡頭 你會看到 這些 這些圖片 那這些圖片的內容 其實是在暗示 這個空間曾經發生的事情 那 我覺得它的真正 最終極的目的 應該是讓 觀者能夠去 同理 在這個 在這個空間裡頭 生活過的人 他們所遭遇的事情 因此 我是覺得 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特殊的嘗試 就是說 能夠 能夠把這些 這些照片 就是 用這種方式 再把它 送回到一個 它 就是產生他們的地方 甚至說 就是 你能夠 你能夠去反省一種 就是 拿相機的人 以及 你所面對的人 之間的那種關係 就是 我覺得 它最大的價值 應該就是能夠讓更多的人 也許 像各位 能夠 因為這個展覽本身 或因為這些照片的 的一個 像是 路牌一樣 就是把人帶到這個空間裡頭來 然後去了解這個議題 去 嘗試的去 去 理解 就是這邊曾經發生的事情 以及 更重要的是 這個運動並沒有結束 我覺得這個攝影展 其實 更大的價值 其實是要去提醒這一點 就是事情還沒有結束 人也還在這裡 那 這些圖像 我覺得 應該是要能夠持續的讓 就是 社會上有良知的人們 就是 就是好好 重視這個議題 我覺得 我覺得 還是先 先給下一位吧 先這樣 好 稍等一下 好 那 我是陳千睿 然後 我現在就讀 成功大學的讀事計畫學系大三 然後 同時之前也擔任 成大攝影社的社長這樣 那 攝影就從高中開始 就一直是我的一個嗜好 可是 到了上大學之後 因為看了一些 可能比方說馬格蘭 或者是其他位前輩攝影師的一個作品 所以我就會想說自己的 一旦有了產出影像的能力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影像來 敘述一些 自己以外的可能是社會上一種更宏大的敘事 所以我大概在大一的時候 就因為一些機緣開始記錄南鐵附近便遷的地景 因為將來台南鐵路地下化之後 鐵路不會在台南的地上再度奔馳 所以它的整個台南的地面會產生一個重大的改變 那當初本來是本著這個心情去做一個單純的紀錄 那 會 之所以會更深入的到皇家這邊來 那其實也是因為在 大概十月 十月的時候這邊有發生一些衝突 那那時候南鐵的 南鐵的這個議題我原本也以為差不多要來 差不多要進入尾聲了 所以我也才就拿著相機到這邊來 那沒想到 就我也因為一些機緣 就也在這邊進行 跟不想是春香節或者是這裡的關注組 進行了很多攝影以外的一些交流 不管是因為我本身就讀讀書計畫的背景 或者是我希望說我可以在這個議題上面 不僅僅是比較冷的去使用去記錄它的地貌變遷 而是真正的去接觸這個議題的最核心 其實也就是遭受破千的人們這樣子 那談到我這一組影像 我這組影像其實我當時在選圖的時候 我是為了準備台北攝影節 那我在當時其實有些困擾是因為 我其實在當初進來的時候 並不會像其他位新聞攝影師 就是他們可能需要一些特定的畫面 比方說他們可能需要一些事件或者是人物特寫 或是衝突的畫面 我幾乎就是奔著一個我在拍照的態度 就是什麼都去拍這樣子 那也造成我的照片的類型就相當的混雜 那我當時也在 我當時就想 我當時後來的一些念頭 或者是在一些其他人的幫助下 我就覺得說 我如果我要如何在其他位攝影師都利用 就是他們的視角可能比較新聞 或者是人物一點的時候 我該如何善用我自己可能身為學生 或者是影像創作者 而我不是新聞攝影師的這個身份 如何將這個看似劣勢的部分去扭轉 反而變成 就是如何組出一組讓這個事件也可以成立的一組作品 所以這一組我到最後就是展成這個樣子 大家等一下進去屋內第二間也可以看到 那我的選擇是我在另一個空間 把現在黃春香家的這個空間再度重組起來 就可以看到可能中間是一個框井 然後中間有鐵路貫穿而過 然後最中間上面則是有屋頂 然後有一些迫害者的駒馬 就是那天強拆時的怪手這樣 然後周邊散落的則是散落於這座房子內的傷口這樣子 所以我想要的是把這個黃家的空間在另一個地方屹地重組 然後同時做一個傷口跟空間上面的一個陳列 然後我同時就是這樣來去暗示說 這一棟房子目前的現況或是它遭受到破壞的一個情形 對那這個是我那時候最後決定組出來這一組的它的論述 那可是我想在這一次展覽之後它的意義 因為這一組它我那時候是想說它會在其他地方展覽 但當它回來這一棟房子裡面的時候 我其實有時候會想說 是不是其實我們在地上其實我們在地上放箭頭 它也可以是一場展覽 就你跟著那個箭頭你就可以看到這一棟房子 它遭受到破壞的一些裂痕或是情況 就像剛剛梓蕾說的 或許攝影在這個展覽裡面它只是一個影子 就是它引導裡來進入這個區域 來看見這一棟房子目前被破壞的一個情形 來看到台南鐵路東移的脈絡 或者是這邊正遭受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甚至是跟這邊的屋主或者是關注組來進行一個交流 那我想這一個也才是我們這一次攝影展主要的一個目的這樣 對 好 那這一個差不多是我的一些 那接下來麥克風給子民老師 好 大家好 我 我其實我跟這個議題 如果跟他們在座其他三位來講 我應該是最之前的 因為我雖然新聞的工作資歷非常的長 但是我本身對於南鐵這個議題 我本身其實並沒有真正去涉入 那如果從個人的情感上來講 台南這段鐵路對我來講 是有非常深刻的一個淵源 因為我本身是台南人 我的老家就在中桌 在人的那個中桌 它也是一個小的鐵路的一個車站 那從小我記得 我小時候那時候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來台南市大概都只能 五六零年代 大概都只能搭火車 因為那時候我們中中那邊大概每天的公車的班次 好像只有幾班 我印象只有幾班 非常的少 那我大概五六歲呢 我其實就跟著我的媽媽 每天 經常啦 不是每天 我們都會來台南市 尤其沿著火車站附近 然後一直到東門元環那裡帶 我們都會去賣什麼 賣那個以前沒有塑膠袋 都糊的紙袋 那種黃的 粗的那種紙 然後我們去把它糊成紙袋 那中門交給一些攤商或是找貨店 還有打草繩 所以我從小有空我們在家都在打草繩 那那個草繩就是 就是等於是現在的泥農繩那種概念 以前包東西都是用草繩 以前包東西都是用草繩 可以嗎 這樣 就是我們小時候 因為我都跟著我媽媽 大部分都是搭火車來台南 然後就沿著車站的附近 然後一直到東門元環那邊 我們都在賣紙袋跟草繩 所以鐵路對我來講 從小就是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 那後來長大 我當然我就 我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就搬去高雄 但是我們當然還是經常回來這邊 那台南 在整個台南我住過的地方有非常多 有新化還有善化還有那個 那個新營我都住過 所以在我們台南陷境的這一段的鐵路 我們小時候 就說那種就是 我也很喜歡鐵路 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生活經驗引發的 那再來就談到我今年 去年2020年的台北國際攝影節 我為什麼選定這樣的鐵路東一的這樣一個議題 來作為一個展出的一個主軸 因為我設定的主題是以所謂影像跟社會運動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議題來探討 影像在傳播上 它可能對社會運動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是社會運動運用影像 它能夠產生什麼樣的一種效益 我們是希望能夠引發這樣的一種討論 那其實對於一個 以社會議題作為一個 策展主軸的一個策展人來講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像是一個 在暗示裡面去點火的那個人 我就是把火點亮了 然後讓大家看到議題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我都沒有求你 職累或是策略他們 那麼有資格來談論這個議題 但是我希望在一個 國際攝影節這樣的一個活動裡面 讓大家看到這樣的一個相關的社會議題 那當然我在選定的議題裡面 有一個是國外的一個案例 一個是以香港反送中 因為它是一個政治性的一個議題 那南鐵東移的部分 它是一個算是一個跟公共政策有關的 那我是希望用不同的屬性的兩個社會運動的議題 讓大家去討論 引起大家來討論這樣的一個影像跟社會運動的關係 剛剛瓊裡跟職累都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攝影者拍攝被攝者之間的一種 存在一種所謂的剝削的關係 我記得我們那天國際攝影節 那個程式小老師也到現場去 他也有提到這個感受 那我們當然從這個工作 我們非常能夠理解這樣的一個問題 攝影者跟貝色之間 它有存在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 那至於是不是它只有建立在一種所謂 剝削與被剝削這樣的一種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 各位應該都看過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在全世界被看到的比率非常的高 而且它也產生很大的影響 就是有一個 就是在幾年前 歐洲那個難民問題最嚴重的那段期間 有一個西里亞小男孩 Alan Cudi 就是一個三歲的小男孩 他跟著家人搭船 想要偷渡到歐洲 可是半途那個船翻了 他就溺斃了 然後他的屍體被衝到那個海岸邊 然後有一個土耳其的一個女記者 就拍了這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呢 隔天幾乎大部分歐洲的報紙 非常多的報紙 幾乎都是用這樣照片 作為他們頭版的照片 那當然像這樣一張屍體的照片 它被放在頭版 而且絕大部分是沒有經過任何修飾的 也就是說它沒有什麼打馬才克這樣的問題 都沒有 沒有這樣的處理 那如果從一個所謂的影像的倫理來看 我們覺得它是很容易引起爭議的 第一點它是屍體 而且又是一個小孩子 三歲的小孩子 但是我們知道這張照片 它幾乎改變了歐盟的難民政策 因為整個歐洲的社會 因為這張照片的出現 它引起非常廣泛的一個關注 然後每個國家面對這樣一個 這麼小的一個小孩子的生命 就因為它想要透露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消失了 所以那至於拍攝這張照片的人 他到底是不是在剝削這個小男孩 小男孩他最後生命最後的一個價值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是可以討論的 也是應該被討論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歐洲的報紙 他們相較於全世界其他各地方來講 他們對於影像的運用相對還是比較保守 而且他們也非常重視這個所謂倫理的問題 當然除了一些所謂小報紙之外 像比如說英國很多那種小報 它有專門在賣這種名人的一些隱私的 那個它當然不會跟你講倫理的問題 但絕大部分歐洲的報紙還是非常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們的報紙 他們很少那種強調過度強調情緒的那一類的照片 他們對影像的使用是非常謹慎的 可是他們在處理像類似這種難民這樣 像一個小男孩的屍體 就是小孩子的屍體的時候 他本身並沒有做任何的修飾 這個以他們的新聞倫理來講 這是很少見的 但是我想我們也可以理解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去使用這張照片放在頭上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能夠引起更多廣泛的一個關注 而且對於這些比較不從人道上去考慮的一些 歐洲國家 歐盟的國家來講 它可能會造成很巨大的一個人道上的壓力 那事後事實上也證明了 它確實改變了歐盟的政策 所以德國第一個就先泡出 就說它願意接納更多的難民 所以這種影像攝影者跟貝瑟爾之間 這種存在所謂剝削 就是被剝削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是不斷會被討論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還是應該 是議題的一個屬性而定 那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像我這次在國際攝影節 我希望去運用這樣兩個一個 國內一個國外的一個重大事件 能夠讓大家去關注這些相關的議題 不管是香港的問題 或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公共政策 它涉及到長久以來 台灣只要有這種所謂的徵收 土地的徵收 然後就必然有這些爭議 那我是希望能夠引起大家 對於這些問題的一個討論 其實我本身並沒有能力去 就以這個政策 提出什麼是對或是錯的問題 我認為我自己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但是我們做策展的人 我們是具有這樣的一個 算是認入吧 或是一個義務 我們應該去找出一個可以 透過影像可以供社會做一個討論的標的 那再來就是說 那再來就是說 國際攝影節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 就是說被放在一個 我們講說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比如講究 每樣照片的位置 比例 燈光 這個都要求很完美的一個環境裡面 跟放在這裡 我認為這邊如果是100份的話 在攝影節那個展場 那可能大概只有60份吧 所以說真的我來這裡我看了以後 我剛求你跟你們介紹的時候 說真的我自己都覺得滿感動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影像 真的就放在這裡 它才真的有生命 當它被放在 中任紀念堂的義狼展出的時候 我覺得它已經被抽離了 那個靈魂已經被抽離了 所以 當初我在拆展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想到 我就先問一下瓊魚說 這個照片要不要留著 其實我那時候是沒有特定想法 但是我在想 或許 他們會用得上 或許 也可以保留起來 所以我就問了以後 沒想到瓊魚馬上就 立即行動 然後馬上就想到 在這邊做一個展 那我覺得這樣展覽的形式非常的好 我個人老實說 如果就策展人的角色 請你比我強太多 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 現場的展示 也能夠真正讓來看的人 他能夠在情感上 有一種更深刻的一種體會 比我們放在那個 一個很完美的空間裡面展示 你看到只是一個 可能只是一個 它看起來很舒服 很漂亮的一個作品 但是在這裡我認為 它是一個有生命的影像 好 那我想我就先談到這邊 那等一下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做一些回應 那接下來是可以給大家提問 然後看有什麼想要討論的 不管是攝影長 或者是關於個人創作上面的提問 那想看看觀眾這邊有沒有問題 就是剛才聽下來有沒有什麼想要再進一步詢問的東西嗎 大家沒有問題嗎 不然還是我們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好 那不然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那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提問的環節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就說明here 好 有事 思義 有門 喔 看來 這就是中文 grav 好,我也想一下 我那套餅乾跑到那裡去 大家如果想要吃點心的話 大家如果想要吃點心的話 我很想一想要吃點心 我來吃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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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地方 没有人带不来的话 首先 看 可以带大家 大概董州 带大家 我一直在想要看 你不能說我 等你再帶大家 你真的放棄了 他一直在想要發生 他一直在想要付 他一直在想要付 那你就知道 然後你不相信 那你就知道 一個補搭 裡面有湯跟飯 如果會冷或會餓的話可以 製作 沈小姐 zab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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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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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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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